公民崛起 大家一起来翻转 我是汪洁敏 欢迎今天来收看 一起来翻转 今天的列车到哪里去了 今天列车开往了桃园第二选区 那么洁敏现在手上有个名单 今天我们继续要投票 这个选区民进党参选人数 高达五位 那我们今天有两位到了现场 那等我来介绍他的名字 那五位是彭少景 陈瑞生 彭天赋 陈赖宿美 还有郭荣之忠 都是重量级人物 里面很多都是现任的议员 那么当然我们还是希望 希望透过一个公开的场合 让适合民进党最精英的分子 能够参选国会 让国会有一股新的力量 那么一样道理 我们现在右手边已经看到了 已经刊出来这名次 这名次是根据他们进民党 就是写名词的时候的顺序 那么希望你把你心目中觉得最适合的人 替他按个赞 那同时间呢 大家知道王金平要过生日了 结果有人问朱立伦 朱立伦说哪一天 不是说很熟吗 但是有一个人跟他示好 那个人是谁 是马英九 我们知道马英九呢 王金平刚开始在过生日的时候 是送的是法兰茨 接着去年只送个蛋糕 但今年有加码了 加码什么东西 从这个好好谈 为什么这个问题有趣呢 因为是不是王金 马英九看这个朱立伦 越来越做大 不太开心 回头去找王金平呢 不只找王金平呢 是有马英九的非常好的这个生日礼物 其实还有谁呢 林毅雄 这是民进党的教父级人物 他也跑去找了王金平 要讨论这个限改的问题 要讨论这个公投的事情 看起来王金平已经慢慢形成一个实力派人士了 不是只有150位已经退休立法委员 替他按赞 加油 事实上感受上面朱立伦跟王金平 是不是已经平起平坐呢 而朱立伦也不甘失落 居然提命了七人小组 可是这七人小组够代表国民党吗 还有朱立伦呛声 不乖了这些所谓的立法委员现任的 你不乖吗 我就把你送去初选 这会不会爆发国民党的这个出走潮呢 值得关注 国民党现在是立法院最多席次 今年可不可以过半呢 好大的问号 讲到这个过半的问题 我们再回来问大家一个问题 到底最近大家最关心什么事情 当然是关心我们的民生 可是问题出来了 似乎这些所谓的政治人物想的事情是 立法委员要几席 这个到底怎么做 我们要问一件事情是 朱立伦关心什么事情 要不要谈一下 王金平生日很重要 那朱立伦关心什么事情 朱立伦还是在关心 他新加坡 香港是去哪里吗 这个是国民党是党主席 可是谈到这边 当我们正在讨论这些大人物 在讨论这个立法委员席次 这些有的没有的时候 我们发现到一件有趣的事情 柯P巧巧的要盖社会宅 而且这次是在广石 漂亮的一个公园地 可是呢 而且要随着树的形态 有S型的建筑物 但有没有环评不知道 但是周围邻居说毛毛的 可是毛什么呢 其实说真的 毛毛的是原本一个工作 只要一个人一个月30万 现在这个工作分成两个工作 而每个人也是300万 那就是多少 就是30万 那一个月要60万 听说薪水不止如此 是什么呢 戴继权确认为 这个捷运局的董事长了 那么这个另外还有就是 台大经济学的教授 也要去担任这个悠悠卡 科技公司的董事长 一份工作两个人做 两份薪水 你毛不毛呢 好 我们先介绍 我们现场来宾 在我右手边是 资深媒体人钟年晃 杰明好 大家好 还有我们立法委员参选人 彭少锦 少锦你好 观众大家好 还有另外是立法委员参选人 陈瑞生 瑞生你好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在我左手边呢 是我们春旗大哥郑尊旗 大家好 还有我们台北市议员林国成 杰明 大家好 台北市议员李庆元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还有我们连政委员杨实秋 杰明 大家平安喜乐 好 实秋虽然今天只有陪我们一个小时 但是有关科B事情呢 我们一定要好好的言行考答 不是 还要好好的去跟他请教 不过我想今天我们还是回到一件事 科B最近在忙什么 好 我们先看一下电影墙 今天的消息还是真多的 那么在联合报呢 用一个字眼 这个字眼有没有很夸张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字眼叫做 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在这边 叫做寒毛植树 什么东西叫做寒毛植树呢 植树节吗 当然不是 我们来看一下 广池园区盖工宅 居民寒毛植树 好 这个问题就是这样子 基本上科B现在已经努力在列地 干嘛呢 要盖社会宅 因为当时所答应的这数量 高达4万多户 这个数量恐怕也不是 1时3刻能完成的 因此呢 现在科B一方面要搞 这个国宅 一方面呢 这个世大运 然后呢 还有这个五大弊案 然后还要去这个桃园跟新竹 搞定这个 我们说的这些场地 那另外一方面呢 现在也忙了 忙得要列地呢 要盖房子 那我们知道广池啊 这个地区是蛮大的 那么希望呢 能够就是盖到2800户 因为它土地面积有多大呢 6.5公顷 其实6.5公顷 真的不小于巨蛋的面积 那现在是就是森林 那他想要盖工宅 可是呢 附近的里长就关心说 2800户很多耶 那我们可不可以减到1400户 那但是呢 林周明说 我们再来开会啦 大家都很关心 可是在林周明讲 大家都很关心的时候 就有人说了 哎呀 想到多数民众 想到住家要盖公共住宅 寒毛都会竖起来了 有这么恐怖吗 好了 当然这问题我想 可能就值得讨论 真的会1400户 还是2800户 还是把它变成公园 还是按照以前的做法是什么 你知道郝龙斌做什么事情吗 郝龙斌是只要BOT耶 BOT一样盖豪宅 那你要选哪个呢 好 没关系 李明说寒毛直树 那我们就来讲直树 直树什么意思 直树节吗 好 我们再回来一件事 另外一件事情是 我们上在节目上 直接Google代季权 后来果然 我们直接在节目上 直接上网Google 就Google两个字叫柯柯 那我还不知道柯柯什么意思 原来柯柯叫做微笑的意思 就是这个人叫柯柯 对不起 有点太多表情了 不过再一次 好 不过不重要 重要事情是我们讲完之后呢 我们的这位市长大人呢 还是决定 即便我们柯柯 他还是要让他当董事长 那么一当董事长不得了 我刚刚在节目上的时候 节目前的时候 我请教两位市议员 我才知道好恐怖喔 他们不是一个月只有30万吗 但是为什么一年可以领到600万 两个人就1200万 可是柯P不是很省吗 不是省了1.8亿元吗 一年 这个就要多花一点吗 而且代季权 很多人的反应柯柯 好 我们继续来喔 那另外一部分呢 就是柯市长好像现在 也没有看到有什么大作为嘛 有吗 有啦 他很忙 除了忙之外 还是忙 好 OK 可是呢 他在还没看到 什么大作为的时候呢 房价已经要准备跌四成了 这个连开案的房子 一想说 现在要变成是社会宅了 就跌了四成 当然四成是有没有很夸张 我们来看一下喔 这里面有包括哪些地方 包括中和新如县最多喔 好 另外还有五站入榜 看一下啊 有信义县 新店县两站 板南县一站 都入榜了 这是重要的捷运宅耶 真的事情有这么严重吗 有这么夸张吗 还是说还真的很严重 这么三件事起来 柯P 我们现在是不能说柯柯了 因为你是柯P 年华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我先把这个 广石盖公共宅 跟捷运联合开发宅 是不是有房价下跌 把它来一起谈 等一下再来谈待继权的部分 因为我觉得前两者 是有关系的 广石不爱愿那个案子BOT 其实当时在以前也引起 蛮多争议 因为当地的居民 其实也有对于开发的方向 也有不同的意见 包括当地有很多的树 那是不是要怎么样保留 保留到什么程度 大家其实都还在讨论的范围 那这里面 广石不爱愿这问题有两个 一个就是说 一般市民对于 不管他叫公共宅 叫出租宅 或叫社会宅也好 他的刻板印象 是不是能够改变 这是第一个层次的问题 另外一个层次 这个地方你到底是要 高密度开发 低密度开发 那我觉得先确定 这两个原则之后 接下来的树 要怎么保护 那个其实技术上的问题 应该比较容易解决 我想在信义区 广石不爱愿那个地方 虽然他在信义区 是处于比较 稍微边陲的地带 不是所谓大家认知的 这个信义区的豪宅区 但是呢 那个地方我想 应该没有低密度开发的理由 我想那个地方的都市计划 很清楚 他是什么区 就照都市计划的 原本的目的 然后什么区 大家来 来做开发 当然 站在市政府的立场 因为台北市寸土寸金 尤其你公有 特别是市有地 越来越少 他当然希望说 这个地方 我能够容积率多一点 就是同样的面积 我能够多盖一点房子 然后来造福这些 可能暂时再买房子 比较有困难的一些市民 这站在台北市政府的立场 可是站在附近居民的立场 他们会觉得说 我这个地方突然来了2000多户 2000多户 我们不多 一户我们平均算三个人就好了 大概就突然将来会住进来 7000多人假如住满的话 对当地的生活 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 包括交通等等问题 尤其 广池博爱院周边的道路 其实并不是太宽敞 都是小马路 对其他周边道路 其实并不宽敞 那边是一个旧社区 对那边是一个很旧社区 因为我小时候都跑到那边去玩 那时候还是 还是还叫广池博爱院的时代 你小时候就在台北 那你客家话为什么那么好 很冷 在家里都讲客家话 这母语很重要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部分 我觉得倒是市政府 包括这个林州民局长 应该跟当地的住户 多做一些沟通 这个你不能说市政府 说我要干我就硬干了 这个不行的 多做一些沟通 那如果说 你要盖到2800户 那你的交通影响的评估是什么 你对附近的环境的生活影响 会造成什么样的冲击 我觉得要实话实说 开诚布公的跟社会的附近的居民 来做一些说明 那居民有些什么疑虑 有一些什么不同的意见 都应该要采纳 因为柯文哲强调叫做透明 公开透明 所以我觉得这个一定要做到 百分之百的沟通 那对于社会住宅刻板印象 我觉得现在台北市很多人 大概因为基于以前对于 不管他叫社会住宅 叫国民住宅 或是以前台北市 其实早期有所谓的整件 整件住宅 其实整件住宅 当时就是那种科匹 后来提到中继宅的概念 就是我这个地方可能 因为要做都更 或是要做一些什么公共工程 开发 中继宅上闹得好大 就突然把一个学校给画下来 里长也不知道 我们小朋友最近的学校 要半个小时 他就类似这样的概念 因为 但是他好像没有跟当地人讲 对 因为他画了两个小学 明伦国中的问题不大 因为明伦国中 事实上基本上已经废校了 已经没有学生了 那另外一个学校 是还有一些学生宅 那我觉得台北市以前 不管这些叫什么宅 反正以前大家台北市民 大多数长期以来 对于台北市政府所盖的住宅 的印象普遍都不好 因为以前不管是国宅也好 或是其他什么整件宅也好 因为到后来都是疏于管理 然后久了之后就变成一个 类似有点像这个贫民窟 比较破落 像我们这个林毅元 他的选区里面的兰州国宅 其实早期他也是一个整件住宅 可是后来因为就疏于管理 然后就变得很破落 就变成一个 感觉在都市上 对于整个都市景观 或是对当地的生活品质不好 所以我为什么在柯P 一直在提公共住宅 或出租住宅的时候 我就一再强调说 管理非常重要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捷运宅 拿来出租 对 其实盖的都很棒 我看这个 有些这个浴室 还有免治马桶 我家都还没有免治马桶 其实那个连开案的 对 盖的其实都很棒 对 将来的管理 无障碍空间 对 其实将来我觉得这些管理 就非常重要 因为你只要管理好 这个地方自然 他就不会变成很破落的 有点类似像这个贫民窟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 这是长期以来 台北市民对于政府公有住宅 他的刻板印象 的确短时间之内 他不容易改过来 但是我觉得柯P 其实也不用太担心 你只要第一个案例成功了 他管理得很好 然后住起来一年两年 大家觉得住起来很舒服 也没什么不良的影响 我相信不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 所以我觉得将来这个观念 自然慢慢就可以把他改过来 你说第一个管理好的 那你觉得第一个会在哪里 美和市吗 你这都要盖那个贫穷牆了 美和市恐怕没有那么快 房子都弄好了 对 一整层 美和市算是一个指标 而且美和市要跟市政府 说要2800万 管理费 集圈管理费 我觉得那个管理费 谁该付 如果市政府真的该付 就该付 你不应该欠人家钱 我觉得美和市是一个指标 因为美和市 几乎是一整洞 没错 所以我觉得台北市政府 对于美和市的这个 特别这个指标的案例 这个管理很重要 你一定要把那个管理做好 是 当然我也不觉得 最后真的会盖一道墙 那我想盖墙是开玩笑的 盖墙要申请 一定的一个高度 都要经过市政府的 而且我想那个是美 我不认为住美和市 大多数的人 会这么歧视 这些经济上弱势的年轻人 那个是 我觉得是少数的住户的声音 被过度的放大了 其实我并不认为它代表真正美和市 多数住户的意见 等一下 我终于有机会可以打枪年轟 因为我之前都没有机会打枪年轟 年轟 租金不便宜 最贵的好像两万八千多 对 最其他真的不便宜 这个议题我们都有在讨论 但是重点来 我要请教石丘委员 你长期观期柯P 这样讲好了 柯P一个奇怪 慈濟保护区就没有了 柯P一个奇怪 哇 这个你知道台铁损失大 280亿松烟机场就没有了 然后柯P一个奇怪 这个朱立伦就切出一半的 那个斯大运的住宅给了台北市 柯P一个奇怪 中校西路的那个公用车道就不见了 那柯P一个应该 哇 这个没有还评吧 这个还评了没 原本没有 原本没有 没有还评 没有还评 那就说2800户 那户数联盟 那边很多数 那户数联盟不是很爱数吗 那这个怎么看 其实柯P今天 我常常讲在选前我的说 像他类似有雅士伯格针的倾向 大好大坏 他好的是他敢做一些 别人不敢做的事情 是 坦白讲为什么 其实他讲话是无厘头的 他讲话常常伤人的 可是为什么人家 他反而很喜欢他 原因是因为看到过去那些政客 都是用温良攻减浪 然后不管你是沉水扁的熊辩 或是马英九的阴挺 人家看腻了 人家每天都讲一些空话 废话假话大话 从不讲真话 柯P讲的话或许很伤人 但起码他敢去面对现实 像类似我们谈的 在严寿国宅那边 原本有一块地也是要做类似社会宅的 对 结果也是争执了很久 而且旁边还是国宅 他自己建国 因为他们 各位我们必须要了解 其实今天这个公园 以延寿国宅隔壁来看的那个公园 大概市值的土地至少超过百亿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个百亿变公园 他马上他的房价 坦白讲相对就跟着提高了 其实我们今天所有各位要了解 今天所有房价的墊高 其实都是我们 我记得我上次在节目也谈过 都是政府在做推手 例如说松山县一通车 所有房价占两成 谁出了钱全民买单 但是那个房子他就上了 今天同样的这一批 我们今天网池不爱用附近的 他当然希望你做公园 那块土地至少价值五百亿 他如果变了公园之后 他立刻占量成到三成 但这块原本是属于全台北市民的 就变成了他们 墊高房价的一个最大的基础 但相对来讲 如果说这个地方变成了 柯P要做的社会宅的话 那市场就供需嘛 原本这里可能他只有三千户 现在变成五千八百户的时候 他的价格就比较会平稳 但相对来讲 我们要知道我们信义线将来延伸 也要到那里去 所以他将来在某种程度 现在信义线只有到101的下一站 向山站 但是向山站 他将来还会再延两站 就会到那里的广池不爱用 所以这也都是政府可能 而且延伸线的费用是相当高 因为地层是 我想捷衣局的报告出来 他地层在开挖是非常辛苦的 所以也就是将来捷衣线 可能还要再花一百多一期 做这个延伸线 另外这个土地 如果你把它变成一个公园 对当地的居民来讲 当然他的房价立刻立竿见影 涨了两倍到三倍 两成到三成甚至五成 但相对来讲 你是不是用全民的钱 来做这样的事情 如果用讨好的方式的话 不管是过去的马英九也好 过去的郝龙斌也好 甚至未来如果你选择 不这样的市长 他用这个方式嘛 但相对来讲 柯皮所提的就是说 你这个属于公共财 是不是要释出来做个社会宅 当然两千八百户或一千四百户 这个还要专业的讨论 但我认为如果你透过 只租不卖的方式 然后再经过某种程度的调整 是可以做补救的 我觉得刚才大家提到的美和市 其实美和市最大的问题 各位都不了解 大家如果看那个户数 会很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十三栋住宅 你分到的那一栋住宅 是只有六点九趴 只有一栋 那为什么的户数是三百多户 那十二栋为什么 也那应该是十二倍嘛 没错 应该三千六百多户 台北市分到的小瓶数 为什么 他给你分多少瓶你知道吗 五瓶的 没错 五瓶的 他的平均瓶数 他的平均瓶数跟他其他分的十二栋 他差四倍 美和市那业主所分到的 最好卖大概三十五瓶左右 没错 台北市政府大的将近二十瓶 小的五瓶 五瓶占了非常多的比例 各位要了解 如果你五瓶是用卖的话 进来的反而可能龙蛇杂居 目前五瓶他定的价格 大概是八千多块钱 其实能够住进来的我相信一定是中产阶级 才能够负担得起 而将来租的出去 租不出去都是个问题 反而对美和市旁边的十二栋 是有某种程度的一个帮助的 你想想看台北市会去买五瓶的房子 甚至买 他当然大的有到将近二十瓶 平均的平数整个那一栋第一栋 就是离捷印站最近我们市政府分进来的那一栋 大概平均的平数在十平左右 平均的平数十平左右 那一栋住宅里面假设是住了三百多户 其他平均呢 他们另外分的十二栋是一百多户 那个就复杂度很高了 那如果由市政府你好好的做一个某种程度的监管 包括刚刚讲的 他定在五瓶八千多块 甚至十几瓶的将近二十瓶的 可以定到两万六千多块钱的话 其实这个价钱已经不是一般的能够负担的 五瓶蛮贵喔 将来租的起来 租的出去租不出去 因为还有公社啊 还是个问题 所以五瓶是非常小 非常小耶 所以我觉得其实科匹透过这种只租不卖的方式 定出这样的价格由政府来负责的话 反而对美和事是帮助 同样的 我觉得今天科匹提到这广词不安言 广词不安言后来因为BOT案 因为那个公司有问题 后来在好龙兵任内把它终止合约 现在还在打官司 他们这个公司好像还在向那个行政法院提出这个行政救济 但无论如何 我真的建议 起码科匹敢做出这种一般政客 那所谓政治混混不敢动的事情 就是他提出了让周边的选民可能会反弹 但是对大部分的台北市 尤其有一部分根本一辈子买不起房子的人 是一个好的一个选择 我最后用一句话做结论 我们今天用的手机贾博斯 贾博斯最喜欢用Piccaso的一句话 他说好的艺术家是什么 是模仿 伟大的艺术家是直接抄袭 所以贾博斯你今天看到iPhone几乎都抄人家的 今天这些社会宅不是中华民国发明的 你可以到新加坡考察 你可以到北欧那些国家考察 你不会抄袭你就copy嘛 你把这些他们的案例拿给当地的居民讲 这样子只要按照这样的方式 它不会让你的品质下降 就像我说的 今天我们规划的社会宅也好 我们规划的合一宅也好 在全世界不是中华民国首创的 有太多国家都已经开始实施了 你可以用抄袭 也可以copy的方式 让当地的居民放心 而不是用刚才我们过去失败的案例 例如凯越饭店隔壁就有一个整建宅 那个坦白讲 在每坪将近500万以上的信义计划区 你会看到一个非常破落的 连电梯都没有的坪数平均只有9坪的一个 所谓当时的整建宅 所以我觉得我们过去的失败的案例 当然让这些李明会感到忧心 但是柯P可以做的 一个是抄袭 一个是模仿 把国外的好的案例拿来给当地居民做参考 我相信他们也会乐观其成 我相信林周明 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建筑师 他这个以前有非常好的一些建筑的个案 但是我要问的是 庆元议员第一件事情他有还评吗 他没有还评 第二件事情是道路 周围的道路可以容许2800户的这个开发吗 这是一个疑问 没有人告诉我答案 那这个情况下 当然居民一定会怎样 就会说这个汉毛直樹 你觉得这样的做法 就像是他不喜欢跟他沟通 就直接把学校拿起来 然后不喜欢跟他沟通 这块地方就化成公宅 然后房价跌四成 我不知道科菲这样做 到底对他的这个 我这样讲他有真的所谓的 SOP的这个形式吗 是 有关那个 这样的广直博外园区来看的话 那么当地周遭的居民 为什么会非常的疑虑呢 最主要是历史因素 因为他原来这有一部分 他是平价住宅 那过去平价住宅 他是小平树的为主 那几乎大概一口的两口的住在里面 那这平价住宅呢 这个基本上他是安置低收入户 所以比如说这个低收入户分 我们的那个低收入户的管理是受我们社会局派有一个有有里面的一些市导 谁里面的社工人在管理 我严格讲管理的非常的烂 长期以来到现在为止管理还是很差 还是很差 那整个里面的公共建设各方面来讲 基本上来讲变成我们当地很多民众 这个所谓的变成所谓的自安隐忧 然后公共建设又配合的差 里面的人行道步道什么之类的都非常的差 外观也非常的差 总而言之像杨议员他本身是选区 非常清楚 你到底像我们文山区有一个最大的台北市的最大的平价住宅 叫安康平宅 他住了超过了一千多户 一千多户在里面 其实也变成我们当地周遭居民头非常痛的一个社区 里面问题重重 有局部的人少数的人 只要少数人在里面 什么那个包括什么这个吸毒的也有 这个有时候在里面 这个经常打架酗酒闹事多得不得了 而且这个新移民也很多 新移民变地收入了非常的多 在里面住非常多 所以这样的一个阴影 我相信周遭的居民他挥之不去 挥之不去 所以你今天来的时候我要做社会宅 那我要做社会宅 那我要做社会宅的话 居民就想到是过去那个社会宅 那个image印象是这样子的 难怪他会晚上做噩梦睡不着 最主要的原因在这里 那事实上我们台北市推出目前推出的社会宅 概念已经不一样了 各位可以到大龙洞出租住宅去看一看 大龙洞的供应出租住宅 里面一样是这个差不多一百一十八万户内总所的以下的 不过他比较宽 他是一十八万以下的 后来被我在议会要求以后 改为四十八分位点 一一八万以下的才可以 才可以来申请进駐 大龙洞出租住宅 各位去看水准很好 台北市政府的管理方式完全不一样的 就不由我都发局派人去管了 我用物业去做管理 物业 物业管理 那物业呢 基本上用好的物业管理 不像我们现在台北市的出租国宅 那个物业管理 坦白讲一句话 我们还是派人去管理 然后呢 那个那个公开招标的物业 烂得不得了 烂得不得了 所以这个是过局移民 那他现在是找人这个来管理 OK 我觉得没问题 可是老百姓的问题 问的事情是说 那一千四百户 跟这个你知道多少瓶吗 这有将近一万九千坪耶 其实坪数不是很少 那么 我说土地 价值五百多亿 那当然是盖完之后 政府是没办法回收的 好了 我的重点来了 一千四百户 跟两千 两千百户 为什么可以去化 就是因为政府 没有做好规划 不是这样吗 我补充一下 就是说 我们很希望政府在这里的话 不要再提高它的容积率 就是你现有容积率多少 我们就盖多少就好了 地密度看好 就是所谓的 比如说你原来是225 你就做225 不像我们安康平宅 非常生气 我们的选区议员 就要求说要提高容积率 结果他做到450 你住三做到450的话 这个楼高非常高的 所以我们希望说 广直播园区 未来推工营出租住宅 我觉得第一个 他目前容积率是多少 我们就多少 目前我在看的话 他如果社会福利用地的话 他容积率搞不好只有125而已 120或150而已 还更低 如果说你目前是150 你就做到150就好了嘛 所以也许 那附近老百姓 认为1400户 就第一幕都开花了 那为什么在讨论过程当中 没有先沟通就拿出2800户 然后作为邻居就觉得 哎呦受不了了 对 我一直觉得说 他那2800户 到底是用225还是用150 还是过大容积 我觉得事情还不是这样子 那国陈议员 我们上次有讨论到 就是代季权的事情 那代季权怎么处理掉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卡 原本这两个加起来 是等于30万 各位你心里一个准备 这两个人加起来 应该只有一个人 因为以前Yoyo卡 Yoyo卡科技公司 跟Yoyo卡董事长 其实是一个人 现在要把它分成两个人之后 薪水其实是一样的 那我们又谈到 代季权自己说 我在外面薪水60万 他三十几岁 薪水60几万怎么来的 好 那到底是正在假的 把那个 我这样讲 以前我去应征外商公司 那我有报我的薪水 那外商公司说 好 没关系 我就先听我提出的要求 然后他说 你的要求不太过分 那薪水可以 但我就会要求一个 我认为合理的薪水 他就加一句话 麻烦你把那个 就是我们说的政府 给我们的那个 我的薪资的那个 扣角平单 赶快拿出来看 幸好我当时没有讲 我讲的是我真正的薪水 因为我听说有人 就扣角平单 跟他讲的不一样 那扣角平单拿出来 证明你一个月60万 那不论怎么样 这个事情 国主任 你们在议会不会攻击吗 我想再去选这个事情 当然 就是仇佣嘛 对 这有两种说法 第一个 如果你说 这个悠悠卡公司 把它一切为二 现在你如何 柯P你要去收腹 所有的百姓 说为什么 你本来是一份薪水 那现在用两个人来做 那两个人的薪水都一样 你要跟前民讲 去告诉人家 悠悠卡公司 他的任务 他的工作 都已经很清楚 大家都知道 你在做悠悠卡 这些业务 另外一个控股公司 又另外一个 用林教授来做董事长 这两者之间 你用如何的方式 去告诉你的前民 到我们4月13号开议以后 你要如何对我们议员 来说这些 当然这是一个事业单位 那事业单位 当然你市政府 是因为你是大股东 你有权去做 组织这些董事会的去改组 这可以 但是你还没有议会 也不做这些 这个先报备以后 你就来做这些 那到底对议会尊不尊重 这是一个问题 本来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 你如何去自演其中 告诉人家台北市民说 我本来就一份工作 两个人在做 那本来功能跟这个都一样 可是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会做这个 你要告诉人家 那更何况这两个人 你不是都透明吗 你的进选团队 是进选团队 不是你的执政团队 那你现在不是不攻自破吗 这两个人都是你很重要 网路里面 你今天可以当选台北市长 那你很简单 就是你网路胜算 那这个人 这两个人到底是不是 立了功以后 你给他做酬庸 这个你也要告诉台北市民 这样的话 你科批到现在为止 你的执政 你的查弊案 现在全民都支持你啊 可是从这点可以看得出来 一切为二 你要告诉台北市民 你的进选团队 进来这个执行团队 对这个你也要告诉市民 所以不要说 说一套做一套 这是会有质疑的 所以大哥 他之前还说赵少康去做富邦银行 读董这些事情很糟糕 他一听到你在骂我骂我骂我 所以就不让他做读董了 那现在这个事情 怎么看这个没有还评 这个做了这个就是叫他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他就做董事长 年纪轻轻的 然后这个就是房地产就大跌 柯P在干嘛 柯文哲大家本来要看摔他 我就说不会 他会让我们很痛苦 就是说 他会干六分好事 四分坏事 或者七分 他会干很多 像刚刚就一直称赞他做了好的事情 大家都看到他的作为 他有时候就是会做一些 非常不恰当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分开处理 就像大家在批评慈悸的时候 他忽然一直讲说我做了多少善事 我说那你这个 跟人家现在批评你财务不透明 这是两件事情 该分开就分开 我想特别是戴继权这个事情是这样 他在整个市府一拿到政权的时候 开始说要公开 征裁 那我就发现一个问题 我就说 那你第一个 什么样的职位是公开 什么样的职位你是不公开 你要讲个判准 没有 他有的突然间副市长 他就自己指定了 对 都不往外找 有些他就公开 公开还有很多方式 有的iVoting 各种各样的方式 就是说 那他可以讲说我那时候在试验 可是你现在这一次UU卡 你也经过一段试验 你应该总结出来 那大家希望的是什么 就是你要如果回避 就算戴继权是不二人选是最好的 你也要稍微避选一下 而且要贯彻原来 那个很重要的精神 怎么说呢 先问说 UU卡公司这个是肥缺还是烂缺 肥缺啦 如果今天是烂缺 待会年薪多少 年薪多少 应该是六百万 年薪六百万 六百万 如果今天空着说 淡缺 一千万 一千万 包括相关的支出 我不是说那个原则 如果今天是烂缺 没有人要去的 是吧 说好 我叫我的亲信去 是不是 这个就是坦克 大致我自己来拼 一元一个月薪水多少 我们一个月就是十二万五千韩岁 逊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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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逊了逊了 来 你们能力不如人家代记者 好我们先进口广告 先进口广告